华为高管波兰被抓专家,对华为来说,比孟晚舟事件还要可怕,作者郑清源华为公司,被波兰指控间谍最日前。 波兰反间谍机构,拘留了华为波兰公司的销售总监,一名中国公民,并指控他涉嫌,代表中共间谍机构,进行高级别间谍活动。 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同案的波兰前国家情报部门官员,在美国和其技术巨头盟友,对华为进行全球广泛审查的关键当口。 两人的罪名一旦被证实,华为恐面临灭顶之灾波兰国营的电视台TeloEdge,Postco周五1月11日,表示波兰反间谍机构的官员,周二,搜查了华为办公室和两名嫌犯的住所,带走了一些文件和电子数据。 这名华人高管被波兰政府指认名叫VGNW并被确定是中共顶级情报学校之一的毕业生。 曾经是中共驻波兰港口城市格丹斯克·Dansk领事馆的前雇员,自2011年,他开始为华为工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作为统一调查的一部分,波兰内部安全局,还拘留了一名自己的前领导人一个名叫Peter D,的波兰公民,他是该机构IT安全部门的前副主管,目前为法国的通讯公司Orange波兰公司工作Peter D,曾经负责波兰政府加密通信网络的运作,作为高级情报官员, 他有权获取关键信息包括,允许向国内最重要人士,传达秘密信息的内部政府系统。 波兰特勤局副局长瓦西克·MACIAJ-Vosik,告诉波兰通讯社,Gitano Etjen,Postcom报道这两名男子,都被指控对波兰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 这项罪行可判处十年徒刑西方情报机构,近年来一再提出担忧。 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手机和电信设备,都是为了实现中共情报的间谍活动。 美国国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称,华为和另一家中兴通讯公司,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武器其设备被用于间谍活动。 据报道安全公司已经发现在中国制造的手机上,安装了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发送到中国的软件。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去年美国情报机构,告诉参议院一个小组。 美国人不应该使用中国的电信产品,一些主要的美国零售商,已停止销售他们。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他将阻止美国电信企业使用任何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的设备此举主,要针对华为和中兴通讯。 这将有效地阻止他们创建下一代移动网络5G,这不是近几个月来华为员工在国外被捕的第一次。 上个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在加拿大被捕。 被指控犯有旨在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欺诈行为孟女士,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她被保。 是等待美国决定是否引渡她最新的路透社消息,对她很不利。 称华为还参与了对叙利亚出口美国禁运的设备,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认为。 波兰安全部门的这个指控,对华为来说,比孟晚舟事件还要可怕。 恐怕会是一个灭顶之灾,目前西方国家没有公布华为参与盗窃情报的直接证据。 尽管零零散散的有华为参与实施通信系统的非盟总部数据被半夜传回上海服务器,日本称华为设备有多余的部件这样的消息报道。 但是看起来西方并没有抓到华为的主要证据,所以甚至是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德国、加拿大等都对美国要求他们禁用华为5G设备犹犹豫豫豫。 现在这个间谍罪名,一旦被做实对华为来说,无疑会是灭顶之灾。 孟晚舟事件,只是涉及华为对伊朗和叙利亚违法禁运令而波兰则是间谍案。 这个罪名要严重的多相当于坐实了西方长期声称,华为是中国政府情报代理机构的指控。 可能遭到西方国家,对它的全面抵制这意味着,恐怕不仅是5G设备, 连华为其他通讯设备,包括手机、基站、路由器等都会遭到西方国家封杀甚至。 美国等供应商所在国,可能因此对华为进行核心技术核部件的禁运,华为面临停摆。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目前被捕的二人均否认对他们的指控,并且拒不回答问题。 华为公司发言人说华为一,时到了这种情况,我们正在研究它。 他还坚称,华为公司遵守其业务运作的各个国家适用的所有法律。 Oranj也拒绝对该事件评论,但是证实该名波兰籍嫌犯的办公室,被搜查其物品被带走。 但是秦鹏认为,一般来说对于这种超级公司和背后主要国家的指控相关政府会非常谨慎。 特别是波兰也不是大国会尤其慎重,所以波兰安全部门,应该是经过了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了足够证据之后,才动手华为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华为一直是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设计下一代移动网络5G的主要竞争者。 但其扩张计划,一再因安全问题,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狙击,目前除了美国之外。 澳大利亚、英国、捷克共和国、日本和新西兰,也采取措施限制华为设备的使用,并限制该公司在5G开发中的作用。